反贪会咨询和防范贪污顾问团成员哥美兹 揭发反贪会主席纳杜斯里·阿战巴基 卷入超额持股的丑闻后 虽然在两个月内连续三度向两名顾问团主席投报 但是换来的却是敷衍一对 面对施灵的问责机制 哥美兹愤而辞职 事件也震惊了在野党 纷纷呼吁政府马上彻查哥美兹的指控 同时要求阿战巴基在调查期间暂停职务 担任反贪会咨询与防范贪污顾问团成员的经济学家哥美兹 今天突然向媒体公开 他早已辞职的消息 顿时轰响平地一声雷 哥美兹在辞职信中揭露 他挂关求去的导火线 是因为两个反贪会顾问团主席 迟迟不愿开会讨论 现任反贪会主席纳杜斯里·阿战巴基 所涉及的超额持股丑闻 据报道 公正党双喜毛诺国会议员西华拉莎 在两个星期前曾经在国会揭发内勤 指控阿战巴基从六年前 担任反贪会调查主任开始 就陆续持有两家上市公司的200万股权 按照公务员条例 公职人员不得持有超过10万股 阿战巴基已经是明显违法 但一直都没有受到调查 哥美兹透露 其实他早在上个月12号开始 已经三度向本身所属的顾问团主席波汉多拉 承报这件事 并且要求召开会议讨论 波汉答应后就一直没有下文 苦等多时的哥美兹 两个星期后再度致函主席 还附上吹哨者提供的资料 甚至联络另一个顾问团的主席阿布扎哈 但同样石沉大海 面对主席们无动于衷 哥美兹愤而辞职抗议 谴责两人待呼职守 并选择公开辞职信 施压两遭彻查丑闻 哥美兹的离去也震惊在野党 行动党伊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 今天发文 呼吁首相纳都斯里伊斯麦沙比里 正是哥美兹的指控 马上对阿战巴基展开调查 他指出 哥美兹的辞职信中 甚至提到了一名反贪会前主席 也牵涉其中 这一项发现 同样让人感到不安 林吉祥建议 国会应该成立专责调查腐败 还有滥用公帕的特委会 查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 国土斗士党总秘书乌亚阿卡玛 也对哥美兹的辞职感到担忧 更不满顾问团高层的敷衍态度 已经动摇反贪会的诚信 他在文告中敦促政府 必须指示阿战巴基休假 在停职期间接受全面调查 顾问团也应该马上开会讨论 亡羊补牢挽回公众的信心 请不吝点赞订阅